今天这个练腹呢 其实跟昨天的训练是一起的 我把它分开了两段 第一是因为之前这么长的训练 我都会加速 然后很多朋友跟我说 需要放元素 但是就太长了 然后分成两段 第二就是的确有点难度 尤其是今天练腹了 我是一股做气 练下来的 真正没有修 然后也没有排动作 就是想到什么练了 练完了 我看不见了 能看完吗 练完了我自己都累够腔 今天的动作全程练腹 但是略拿 稍加一点讲解 躺下让骨盆位背后寝 让你的腰部牢牢的贴住垫子 然后过程控制住腰椎 不要有过大的空隙 第一个动作 经典的卷腹做12次 但是我的头是全程不靠住垫子的 练腹的呼吸模式 所有的动作都是 卷起来的时候把气吐进 恢复的时候吸气 上半身卷起来维持不动 左右转体 把手放到大腿的外侧 上半身卷起来练习到了上腹 手左右转体练习到了侧腹 今天全部都是符合动作 并且中间一秒的间歇都没有 腹直肌分离 还有纯亲手不要练 直接来上半身不要动 腿抬起来 左膝碰右肘 右膝碰左肘 上半身抬起来练上腹 左右转体练侧腹 腿点地和抬起来练下腹 所以这一个动作就属于一个腹部的全方位训练 比你单独做50个卷腹 效果还要好 腿来抬起桌面式 手放下来放到臀部的两侧 摆拍20次 如果要是常规的腹部训练 你做起来已经没啥效果了 就是天天的卷 然后也出不了马甲线 肚子也小不了 就要升阶 练这种符合动作了 腿向前伸直 继续摆拍20下 这两个动作主练的就是我们深层的核心 来把腿收回来 上半身可以躺下了 你看我上半身植了这么久 脖子是一点都不会累的 直腿然后收回来 这个就是练下腹 这个动作的重点就是 你的腰要时刻贴住垫子 不要有空隙 前期力量不够的话 你就速度慢一点 特意把你的脊椎向下压 下腹发力 把腿伸直 或者往回收 腹部的训练 无所谓 做多少次 或者反复多少遍 它的训练模式 是以你动作不变形 然后力竭为主 不是说追求数量 比如说这个动作 不是说你能做50下 但是后30下都变形了 那么你还不如 正正规规的去做20下 叫过好之道吧 来反向卷腹 经典的连下腹的动作 前期卷不了这么高的话 就把臀部带起来一点点就可以 把幅度一点点加大 不要急 腿向起抬的时候 把气吐劲 恢复的时候吸气 腿下落的时候 不要使劲的按住垫子 可以清点一下地面 然后来高一个难度 反向主腿 把腿向上伸直 就是让你的背部和地面 成为一个垂直线 有没有看出来 今天我的垫子滑来滑去 真是影响我训练 如果要是你家也是瓷砖 你用一般的垫子 会比较滑的滑 你就去换乳胶版的健身点 乳胶版是最方法的 我不换是因为 这是我租的房子 我家有 我这不就马上就要走了吗 我就凑一凑我得了 老粉丝肯定都知道 我在威海也就是赞助 这个动作就有点上难度了 这个也是几个普拉提动作的合并 我做了六次 你们看能不能跟板 主要训练的是一个核心的稳定 其实我在练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心里真的要被气死了 因为它垫子又滑 然后这一块地儿又小 特别影响我的发挥 其实我应该做的比这个要更好的 其实这一组动作是我特别喜欢的 几个普拉提动作的串联 因为它做起来非常的流畅 肌肉的控制力又能达到百分之百 但是这个地儿太影响我发挥了 让俩小姐跟我做 也感觉到块了 就把握波调 capacit audience 那么越来越 peoples 我就喜欢 Jeez, be ready to enjoy you. Oh, maybe it's right now. You don't wanna waste this time. I need empty educated.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I can't stop. I ain't watching you. Oh, I take you to the moon. 怎么样 有没有跟下来的 然后来坐姿卷腹12次 俄罗斯转体12次 最后一个动作 侧支撑梳闸 每一边做12次 这个也算是一个侧腹的拉伸 我们下期再见 i know so i kno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后上腹和下腹的拉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